如果你跟爺爺談,你當然有實力, 我當你不是用這個五居公投跟他談判, 你說我背後有選票跟他談, 那當然是數選票, 數選票在立法會上, 民主黨好像九隻,你就有實力跟他談, 其他那些我都不明白,你代表誰? 我完全不明白,蔡之強你代表誰? 馬鱷你代表誰? 陳建文你代表誰? 我完全不明白,你代表你自己, 你就不要代表我跟別人談, 第二就是你們十二個單位作出一個方案來, 這個方案由你自己的單位都未自己承認後, 你就拿出來說我想這個proposal跟爺爺談, 你跟爺爺談完之後, 爺爺肯制,你就推到自己的單位, 說你自己吃掉了, 又不是由你們自己的單位出到這個proposal, 大家有個共識,就推上去跟爺爺談, 那你是不是這個邏草很荒漏混亂呢? 我完全不明白, 現在我們就下個禮拜開普選聯的大會啦, 那就是去通過現在這個建議, 然後各自要回去經它詳細的程序, 但是在下個禮拜之前, 其實他們的執委會啊, 其他所有的組織呢, 是要初步通過了這個方案先的, 那至於民主黨說, 他要是到時會員大會再通過呢? 我猜他通過的意思就是, 如果政府如果有一個還價方案, 如果將來, 他們要談過才會不會接受, 那是不是代表聯盟那個方案, 是凌駕了那12個組織的方案呢? 我們現在的共識就是, 希望他們一定要支持這個方案的, 他們各自有自己的方案, 譬如民主黨也有三個, 民帖也有自己一個, 但是他們是都支持聯盟這個方案, 拿去講數就可以去投行判的一個方案, 再問多一條, 所以有些不同的, 對不起, 不好意思阿土, 不要緊,你來吧, 因為, 好了, 這個假設性問題, 教協, 如果跟民主黨的方案是有分歧的話, 張文光怎麼投票? 這個就是, 我們聯盟的方案, 若果是大家同意的, 大家就支持聯盟的方案, 若果他用民主黨黨員身份, 說民主黨那個呢? 那他自己決定, 那他怎樣都要投票的? 是啊, 我用另一個角度問, 大聯盟是怎樣, 最後的大會是怎樣做決定的呢? 他是要全體, 所有團體一致通過, 要三分之多數, 或者簡單多數? 我們其實要一致通過的, 因為任何團體, 如果他不支持, 他會退的, 他退就不是聯盟的了, 所以現在我們談, 為什麼要磨這麼久, 磨了兩個月呢? 那搞法, 真的有點像以前的國際聯盟, 他要所有成員國都要一致通過, 但得出來的結果, 很多事情都決定了, 做不到, 我們現在, 幸好大家談完, 有一個共識方案, 我們下個星期應該通過到了, 不, 我想你們兩個解決問題, 都不成立的了, 第一, 在我經驗裏面, 民主黨和教協的投票取向, 是99.9%都是相同的, 第二, 我猜他今次, 他們的運作模式, 由上而下下, 我猜民主黨不會通過不了的, 教協都沒有人會說不, 你放心的, 我們那個過程是, 其實, 你社會大家有談的, 我們不是, 我派了出去, 就是我發了事, 這個不可能的, 一定要回去跟他們談的, 不如這樣說, 花一點時間, 就給馮偉光解釋一下, 馮偉華, 對不起, 我弟弟, 我弟弟, 不是那個, 我弟弟, 我以為民主黨, 那個不是, 那個不是, 對不起, 不好意思, 我想問馮偉華, 不如給你一點時間, 你解釋一下, 終極普選聯盟, 現在提出的方案是怎樣, 因為, 我想有很多人, 知道也不知道, 不如你解釋一下, 好, 我們最主要的, 就是2020那個方案, 終極的, 那個一定是要廢除所有功能組別, 就是一半的議席, 我們到時見的就是100席, 50席是分區的直選, 跟現在的選舉制度是類似的, 因為我們不想太多變數, 讓選民都適應到, 另外那50席, 全港的, 就是一個選區這樣選的, 是用名單制去選, 選民只是投一票而已, 不用他投幾十票的, 那裏, 即是名單的意思, 一張名單是50, 一張名單, 只是投一次而已, 那個名單呢, 可能有七個, 可能有三個都可以的, 那就, 選民只是投一張名單而已, 到時拿票, 按一個比例代表去分配議席, 所以呢, 這個就是全港那個普選, 2020年每人有兩票, 一票是分區直選, 一票是全港的普選, 分區直選那票明白了, 另外那50席, 是怎樣來的, 就是為什麼要有那50席呢? 那50席的原因就是, 我們覺得在這個參與裏面, 其實是要多元參與, 特別是一些少數的組織, 都有機會參與這個選舉, 所以其實全港50席, 我們計算的數, 最少的拿2%可以拿到一席, 2%拿到一席, 這麼糟糕? 多的呢, 當然可以拿到3萬, 現在3%要收案金的, 是啊, 所以這個是我們是一個, 2%拿到的議席, 是很多團體可以參與的, 不是, 我想問那個rational在哪裡, 就是很多團體參與, 2%在立法會裡面有的議席, 那個rational在哪裡? rational其實就是, 我們覺得, 很多不同的組織和團體, 甚至是階層, 他們想有他們的聲音, 反映到在議席裡面, 所以我們使得, 如果選舉的時候, 可以2%拿到一席, 這個說是尾的, 當然不是頭那些, 你知道比你代表也是這樣的, 尾的最少, 2%可以拿到一席, 這是一個誘因, 令到現在那些功能組別的團體, 或者專業人士, 他們有機會可以參與這個選舉, 贏輸, 他們自己參與的時候, 看他們都不理會了, 因為我聽馬岳的說法, 要今次因為工商界這麼激烈反對, 你說要廢除功能組別, 取消功能組別, 所以定這麼低的門檻, 讓他們當選, 是不是這樣理解? 不是為他設的, 但是有這樣的機制的話, 他有機會玩, 有機會參與, 這個就是換取他在之前的, 因為他還在佔議席, 我們要通過這方案, 全部在立法會要拿2%支持, 如果沒有2%支持, 這些方案全部得到港幣, 某程度上這50席都是功能組別, 不是, 這是一定是普選, 他意思就是台灣有一半, 那時候投下去政黨, 不過他沒有清楚說政黨, 就是自己做一個名單, 我排先, 你排後, 你可以選我, 例如我是XYZ名單, 沒錯,沒錯, 如果我那個組織裡面, 有這麼多人數, 舉例我的組織是教協, 我有八萬人的話, 如果八萬人都基本上會投我, 那你分四張名單, 你當然不要分一張名單, 不然很難購, 那我好機會就有一個, 四席, 四席, 這個選舉制度, 不會令人分拆, 我們希望的設計, 有很多的制度可以想, 就不會令他這麼容易分拆, 但我們細節就還未談, 但這個是有機制可以做的, 你猜剛才你說的那些工商界, 主業人士, 現在執著工人組別的那些人, 你猜會不會聽到你這個方案之後落答呢? 你猜猜一下, 猜猜的話就是, 就是拿了二萬票, 是不是二萬票? 兩個%? 兩個%就應該三萬票, 三萬票左右, 你猜他會不會落你回答呢? 會不會, 這個真是討價還價, 當然要他自動放棄, 他現在有特權是很難的, 但是如果… 一定, 為什麼現在是很容易, 很輕鬆, 自動當選, 就有十幾呈口, 完全沒有誘因給他, 他完全不會跟你談,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難處, 我們幾次接觸他們, 不是跌板一塊的, 有某部分工人組別的議員, 都較為開放, 他說遲早都要取消, 2020也OK的, 有人這樣說, 但有些人說, 越來越好啦, 有些人說, 你不用跟我說, 沒得想, 其實基本上是很多不同的聲音, 但是那個難度很高, 某程度上你是, 跟政府說的話是一致了, 三分二的, 這個是那個政治現實, 就是你要通過一些方案, 其中一部就要立法會三分二通過, 我不可以扭轉到這件事, 那真的在這個限制之下, 就要度巧了, 即是你拜了林瑞倫那句, 不是拜, 這個是政治現實, 就是我們有沒有能力推翻這個三分二的, 有, 如果爺爺一吹雞, 他全部都會聽話, 爺爺說要取消, OK, 麻煩你這樣投票, 當然, 我切他的頭, 他到時不是這樣投票的話, 那爺爺說到呢, 我也覺得有成數的, 那如果他, 你現在那個情況, 就有少少鬼調, 就是你說, 我說服了他, 那爺爺一吹雞, 就吹回頭, 還有, 那些人不會那麼蠢, 你告訴我, 三萬票, 很容易拿, 我上次的九龍東拿12%都是二萬八千多, 大哥, 不是容易拿, 還有, 你是要將你整個競選的綱領, 是要迎合市民的意見, 沒錯, 已經不可以說, 我是教育界, 我只是講教育權益, 我是金融界, 我只是怎麼講保障那些炒家, 不行的, 所以其實就鼓勵一個名單制的用意就是這裡, 他中間要吸納, 可能有不同的專業人士, 他中間可能吸納甚至有商界人士, 從中間都是三萬克打的, 我先給你一個幾個的門票, 有所謂, ting我們看要快一點, 其實對我們一日子宅度, 那一切牛島上,